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这个盘是有一点点指纹 我们来看一下 那加权股价指数呢今天在开高之后 这个开盘开51点 很明显的这个跌升之后有一个反弹在开盘 可是随之就是在开盘之后就开始往下灌压 往下灌压 那看得出来 互盘互得蛮积极的 就10点钟之后你看刚好在10点这个地方 10点钟之后开始往上互 全天来讲都在这个平盘之上 这到1点钟之后又不敌脉压 又开始往下 一波就修正 中场呢跌33点 所以这看起来这个护盘的影子是蛮 蛮清楚的 但是这护盘到底有没有作用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有跟各位讲 这个大盘它今年是出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所谓结构性的问题就是 现在不是在融资 你看融资它一直在高档 一直在高档 现在重点是什么 现在重点是 外资的卖超 它去一路卖一路卖 指数一路这样往上供 但问题是说 你供到上面去 外资卖了一土拉库 它就是不买 你散户再怎么样推 你推什么航运 你推什么全资股 都一样 甚至我认为受险资金 逢高都有调节 他们一定看到什么东西 那我直接告诉大家 这里 有可能是变种病毒的一个威胁 导致第六段的下跌 有可能是 减债 减少 购债规模 所以我特别讲 你就算第四次 这个美国升息 从10014 跌到7203 跌了多少 跌了28点 28% 跌了28% 我认为 指数有可能先回撤 先跌个15% 再往上涨 18034 你未来绝对能突破 可是 在突破之前 可能现在先回挡个15%到20% 20%多少 各位不要忘记了 我们从 2015年的时候 美国升息 0.25% 从7203 涨到1万8 涨了1万1000多点 那这一次 这一次 这一次 是第二次的 减少 所谓的缩紧通货 所以我认为 这一次来讲 是个结构性的问题 台积电 各位注意看 台积电 1月份的时候到679 679块钱 从此台股 在1万7 1万8 台积电 都没有办法过去 这问题在哪里 那你看外资 卖了三次 这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你光这三次就好 结果呢 外资卖完了 台积电竟然还跌破 第三次外资大卖的 这个位置 570块钱 所以我过去 常常跟各位讲 台积电570块钱 是重要的关卡 可是回过头来 台积电是不是好公司 是好公司 无庸置疑 你不用怀疑 两到三年之内 没有人追得上 你说英特尔 他要追台积电 就算是由美国政府的撑腰 三年之内 也赶不上 但重点在哪里 679块钱台积电 法人不愿意买 那如果下来呢 那些受险资金在想什么 那些外资在想什么 甚至那些大户在想什么 各位你好好去想一想 我在7月28号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点名了 我说这个盘是不对 因为周KD正式死亡交叉 那你按照过去 你按照过去的一个经验 你看周KD死亡交叉之后 都是跌一段 周KD死亡交叉之后 都是跌一段 那如果说好一点的话 周KD死亡交叉 它起码整理多久 整理 整理两到三个月 你看见没有 从1月份开始 整理到2月3月 整理到4月 一口气整理三个月 所以周KD它死亡交叉下来 最好的状况是盘整盘整再盘整 那你看 我在7月28号7月底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我说周KD正式死亡交叉 宣告向下整理 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所以我想 在这里 在这里 的的确确 操作上面会有一些难度 我也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现在心情不好 你很多投资人 手中股票都套住了 说现在叫你放空 你不见得有钱放空 第二个你可能不习惯 第三个甚至 有些人连放空 可能都搞不清楚 那没有关系 下个礼拜利用反弹 你要做好准备 来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讲8523以来 8523 我们刚刚讲到周KD的问题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看8523以来 从来没有三连黑过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这边二连黑 然后就上去 最极致的状况就是 在这里 有没有 什么时候 5月份 有没有 这一次 本土疫情爆发 对不对 从17500点跌到15000点 这一口气跌了2000点下来 即便是这一个地方跌了 接近2000点下来 你看到没有 你发现它周K 也只有二连黑而已 所以我说 我虽然跟各位讲 我说这个盘式的结构不对 但是 如果它能够维持 8523以来的惯性 就是周线从来没有 三连黑之后 那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去 去修正 说不定 说不定 台股在这里反应够了 但这只是怎么样 只是猜测而已 所以我讲 下个礼拜是关键 下个礼拜是关键 所以今天我讲 台股昨天大跌451点 外资卖了501亿 这个台股修正是结构性问题 除了反应美国QE解码印钞之外 就跟2015年那时候一样 也代表外资跟受险 他们对股票估值过高 所以他们持续获利了结台股 持续获利了结台股 除非台股修正到一个 令他们满意的价位 否则外资跟受险资金 他们不会去大幅度买超台股 那不会大幅度买超台股情况之下 任何的上涨都不具备攻击性 你看见没有 可是八大关股行库 昨天大买 大举进场成街 我估计两到三天之内 短线短线的低点会见到 所以你看今天不是杀下来吗 今天又见到波段低点了 所以这互盘互得很用力 我认为下个礼拜 今天的短线不会破 16248 你们记得这数字 下礼拜这个低点不会破 16248 而且下周周线渴望结束连二黑 但是不会具备攻击性 所以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下个礼拜的操作就是反弹布局空单 丁老师不是死桌头 我也不是死空头 我代进一定代出 这一波的行情我们完全掌握 这个预创 我之前做多 我赚得比别人多 我放空大获全胜 对不对 回补完了 轻轻松松了 20张15万 50张38万 下个礼拜如果有反弹上去 我照空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已经获利回补了 我空单已经大胜 我为什么讲空单大胜 因为我已经回补了 我已经赚钱放口袋了 那我等的就是下个礼拜的反弹 我们刚才交代过 8523以来 从来没有周线连三黑过 所以下个礼拜有很大的机会来讲 周线会翻红 那我会找寻好的机会 把这些筹码凌乱的 当时很多人 在这里 筹码凌乱的股票呢 我再把它空回来 我再带你空回来 像这种股票 我讲你不空它 真的很可惜 这个向下会有一大段 这个向下会有一大段 因为本身的财报 第二季交出财报 就比第一季烂了 那前面在做梦 画的大饼 形态不会骗人 左肩 头部 右肩 这形态都出来了 跌破了这个地方之后 向下就会有一大段 你自己看 现在在这里 这个形态这么完整 这只要下去出量 我跟你讲 全力放空 只要第一天赶出量 就是下跌的开始 就是破了这个地方下跌的开始 现在已经很接近了 亲爱的 拉近一点来看一下 下个礼拜利用反弹 反弹上去 只要一出量 我跟你讲 这向下会有一大段 我再强调一次 左肩 头部 右肩 已经很确立了 业绩衰退 而且我跟各位讲 这个股票你随随便便 你跟着我 空个200万或300万的资金 你会赚很多 你会赚很多 主要重点是 现在我为什么不去空它 我需要等反弹来空 向下 做空 其实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不能乱空 很多人 很多人就 反正就是跟做多一样 做多就拼命追追追追追 那反正停损就好 那做空呢 你一直空空空空空 你乱空 你小心被嘎 你让反弹上去 不过 下来 你看 镜像光 有没有 四驾放空 四驾放空 白子黑字告诉你嘛 白子黑字告诉你嘛 杀下来 有没有 杀下来 获利回补 做空赚得快啊 策略队 做空赚得快啊 那我常常跟各位讲 其实股票 多跟空 其实都一样 它只是一个策略问题啊 它不只是一个方向啊 老师啊 空是不是先卖再买 对没有错啊 你既然知道先卖再买 一样嘛 那你100块的股票 你去卖它 去空它 它跌一根跌听板 跌10块钱 好不好 那你100块 你去空它 你做对方向 一个跌听板 100块钱 跌听板 你赚10块钱嘛 这是空投策略嘛 那你多投策略 它跌到 假设跌到90 你去买它 它涨停板 涨9块钱 90块10% 9块钱嘛 那一样的策略 我做多跟做空 一样是一个停板 做空当然比做多 赚的来得快啊 我100空对了 赚10块钱 跌听板赚10块钱 我90买对了 涨停板赚9块钱 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对不对 策略对于赚钱很轻松啊 那有些人 其实股票操作 就常跟各位讲 你们的节目 跟了很多老师 都是这样子 死多头一堆 有行情乱追 乱追 拼命追涨停板 结果跑掉的 一个大行情 跑掉比赚的 还要多很多 对不对 没有行情的时候呢 乱停损 重点是 你旧的停完 又去买新的 那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呢 你赔15% 赔两成 停损卖掉 再去追 然后过两天不涨 又停 又10% 你一直在停损 这就是死多头嘛 就有行情 你赚 探 探 探 一只鸡 掉 掉 一只鸡 对不对 不怕死多头 就怕假空头 现在很多假空头 很多假空头在冲刺 你们看看最近很多人都在 怎么样 行情不好啦 甚至怎么样 有人跟你讲 他全空手啦 还有人告诉你 放空放空啦 我告诉你啦 那个假空头是怎么样 以前叫死多头 那为什么现在改名叫假空头 因为他在死多头的时候呢 大盘跌了一大段 你一直买 一直买 一直买嘛 赔到受不了了 客户在叫了 停损出场 那为了逃避责任 跟客户做交代 只好呢 告诉你 行情不好 要大跌 怎么样要大跌 结果呢 推个行情差 那前面多单赔完了 空单又嘎 这种一定是追高杀低啦 所以多空多爱耳光 这叫假空头啊 对不对 所以丁老师告诉大家啦 你做对空头 空方赚的对 你策略对 你赚钱很轻松啦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你看这个 这个长龙就好 很多投资人是追在这里 然后砍在这里 其实最惨的不是这个 最惨的是什么 你砍了航运股 你去追电子股 你去追创伪 你砍了长龙 去追这个 结果呢 这边停损 我说这个叫什么 这叫前面的死多头 变成现在的假空头 亚信 空单转得多爽啊 策略正确空单转得很快 那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追在这里 我讲白的啦 你追在这里啦 你不停损 你不停损啦 或是你停损之后 一样就去买 又去买别的啦 这叫什么 这叫死多头啦 可是死多头怎么样 我告诉你 死多头还比假空头 要来得好 因为假空头是多空 挨耳光 你这两天 我跟各位 你这两天 你不能去放空啦 你会被嘎得很辛苦啦 你要等到下礼拜 有反弹的时候 上去空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跟各位讲嘛 我现在是怎么样 我很多多单都获利了结了 空单也 多单早就获利了结了 我空单 像预创 我也放口袋了 那你跟着我20张赚15万 先放口袋再讲嘛 先放在口袋再讲嘛 对不对 来 彭城 反弹就空 不要乱空 你看看 9点07分 8月17号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教你怎么放空啦 在这里啦 你看见没有 他那天除息 除息之后 拉上去 刚好一反弹 我给你空在几乎最高点 我不要想最高啦 因为很 你们看很多节目都是 买最低卖最高 我觉得那神话啦 9点07分嘛 各位你自己看就好嘛 你们自己看 9点07分放空 空在哪里 导播你拉近给大家看 你随随便便空啦 我跟你讲 9点07分 你绝对空在202 203 204啦 没有问题啦 9点07分嘛 我空完怎么样 打到184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大获全胜啦 来 获利入贷 你看见没有 礼拜三那天 礼拜三那天 有没有 获利入贷 你看看 短短两天 20张 你跟着我 你放20张赚30万 两天的时间 礼拜二放 礼拜三 回来 礼拜二放空 礼拜三回补 两天30万 204.5空 189回补 来 你看看 彭城今天涨停板 我补完了 彭城今天涨停板了 213块钱 下个礼拜上去 我再空 对不对 空单大获全胜嘛 所以我跟各位讲 做股票就这样 一拳 有没有 放空 跌停板 获利回补 你跟着我300万的资金 两天赚24万 你看看这两天 礼拜三 礼拜三大盘 跌了200多点 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补在哪里 各位你自己看 补到9点06分 补在哪里 补在哪里 我补完上去 重点不重要 重点是 你跟着我300万的资金 赚24万嘛 两天的时间 两天的时间嘛 好不好 所以来 预创彭城一拳 空单大获全胜了 下个礼拜 想做空 会做空的 跟着我反弹 我代你布局 新空单 祝大家 假期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务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转接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